欢迎仪式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厄利特利亚总统伊萨亚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厄利特利亚传统友谊深厚 今年5月24号 两国将迎来建交30周年纪念日 30年来 中俄始终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俄关系 是厄方可信赖的朋友 面对当前充满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 发展好中俄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共同和长远利益 也对维护地区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 具有重要意义 中方愿同厄方深化两国朋友加同志的 亲密友好关系 推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中方赞赏厄方 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坚定支持厄利特里亚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厄方 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反对外部干涉厄内政 强加单边制裁 中方愿同厄方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继续相互支持 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维护两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 中方愿同厄方 利用共建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论坛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等框架和平台 推进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 中方鼓励和支持中资企业 富恶投资新业 愿同厄方探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电信 农业 矿业 渔业等领域合作 继续实施好原厄医疗队 高级农业专家等项目 感谢厄方为中方近期撤离转移 在苏丹中国公民提供支持和协助 这再次彰显了中俄两国患难与共 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 双方要采取更多措施 密切人文交流和人民感情 习近平指出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 始终是中非友好的底色和主见 中非合作在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中 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非洲是大有希望的热土 新形势下 中非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共克时间 中方院 赞同非方一道弘扬传统友好 巩固战略互信 以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为非方提供新机遇 推动中非务实合作走身走实 取得更多新成果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 伊萨亚斯深情义及他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特殊情缘 表示 厄利特利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为恶赢得独立和解放提供的宝贵精神和物质支持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 从一穷二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 为解决世界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方案 在国际上主持公平正义 鼓舞着那些寻求独立和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任何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的企图都必将失败 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处于关键时期 非洲国家仍面临霸权主义和各种不公平不公正待遇 国际社会更加期待并相信 中国将为人类发展进步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更大贡献 恶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 相信恶中战略伙伴关系将助力恶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伊萨亚司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 秦刚等参加上述活动